随着夏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是拿起了行李箱走出家门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今年,美日旅客安全水平要远高于去年 在2023年,已经有一些天数是超过了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同时,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还表示 考虑到目前美国各家航空公司的运营计划 预计在今年夏天,航班的延误率将会上升45%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过航班延误或者是错过飞机的经历 那在去年的圣诞节期间,信瑶是在两天的时间里 又错过了航班,又遭遇了长时间的飞机延误 那那段经历,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悲催 那在今天的节目,信瑶给大家推荐一些小方法 帮助我们在乘坐飞机出行时能够更加的丝滑顺利 大家在预定了飞机的航班之后,可以将详细的航班信息 直接加入到手机的日历功能中 这样的话也更方便随时查看航班时间 此外在出行的前一天,最好是在线查看一下航班的时间是否发生了变化 再来在安检时,尽量不要耽误太长的时间 经常会有乘客将不符合规格的液体不小心放在了随身的包里 这样就导致了安检时间的延长 那大家要记得,随身携带的液体容量是不能超过100毫升的 要将液体装在单独的透明袋里 还有电子产品,最好也是分装在一个单独的袋子里 美国很多机场都会要求在过安检时脱掉鞋子和厚重的外套 因此不要穿太麻烦穿脱的 如果是开车到机场 并且要将车子停留在机场的停车场里几天 那么先要建议大家提前在线予于停车位 在旺季时找一个停车位也会耽误很长时间 尽早的收拾好你的行李 特别是有拖延症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在出行的当天才开始急急忙忙的打包行李 因为很容易在打包行李的过程中耽误一些时间 而且如果太匆忙的话 也有可能会忘记重要的物品 随身携带好重要的证件 无论是护照还是ID 又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你身份的文件 那在出门前就要准备好 并且放在你容易拿得到的地方 不要放在托运的行李中 现要的朋友就曾迷迷糊糊的把能够证明身份的文件 放在了托运行李中 结果也差点耽误了整个行程 还有就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一定要早点到机场 一般来说国内航班需要至少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 而国际航班则至少需要提前三个小时 但是这里话重点 大家要根据所在地机场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我在旅游旺季乘坐早上的国内航班 虽然说已经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 但是还是错过了航班 因为早上的机场真是人山人海 安检的队伍甚至是一直延伸到了地下停车场 所以说大家在旅游旺季乘坐飞机时 最好是预留出更多的时间 其实有一些工具是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完成安检程序的 比如说Clear服务 TSA PreCheck Global Entry等等 不过这些工具是需要申请的 未申请的也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是需要交付免费的 那在以后的节目里 新阳也会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 他们具体的申请流程和使用方法 那最后还希望所有有夏季旅行计划的朋友们 能够顺利出行 平安快乐地度过一个完美的假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美地就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我是星瑶 我们下期再约啦